这只蝴蝶牵引着一个巨大的铁球在马路上滚动 上下坡以及拐弯都保持着横定速度 众人都被这一幕深深吸引 纷纷为这只蝴蝶借的超级英雄点赞 铁球沿路滚了八公里之后 却突然开始加快速度 净直冲进了一家酒吧 难道铁球也喜欢喝冰镇啤酒吗 警局接到报案立马赶往了现场 满腔怒火的老板表示神父就是罪魁祸首 因为他们昨天晚上刚吵过假 恰巧金属球也属于教堂之物 帕克两人迅速赶往教堂调查 保安称这个十吨重的金属球全青铜打造 几十年以来从未移动过分号 而且最近还更换了新的锁面 随即两人找到神父询问情况 神父表示自己身为神父 就算和酒吧老板有天大的仇恨 绝不会以暴力解决问题 昨晚之所以和老板发生了冲突 是因为女儿背着自己偷偷在酒吧上班 他认为女儿在酒吧这样的污秽质地工作 影响到了自己神圣的职位 调查无果的两人只好回家洗洗水 帕克刚洗完冷水澡出来 却发现床上有只绚丽多彩的蝴蝶 帕克并没有和他谈人生 而是双手捧起蝴蝶把他送出了窗外 随后帕克坐在床上刷抖音 突然床单自动拆成无数条线朝他靠近 然而他却完全不知危险地来临 等他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就这样帕克被裹成了一个简 裹得他逐渐失去了呼吸 好在危机时刻拨通了内森的电话 内森及时赶到将他救下 帕克认为是神父在捣鬼 因为他见到神父收集了许多蝴蝶 由于神父脾气暴躁不太好相处 两人决定找他女儿汉娜了解情况 此时汉娜正与一个男孩在帮神父干活 汉娜表示男孩鲍比是自己的样子 鲍比遭遇了一场车祸失去了双亲 无法生育的汉娜便好心收留了他 帕克问他为何偷偷去据吧上班 汉娜却支支吾吾不愿说出实情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神父气势汹汹地跑了出来 斥则两人打扰了汉娜做神职 就在帕克想解释的时候 突然一只蝴蝶飞到神父的肩膀上 帕克和内森当即拔枪对准了神父 猛逼的神父连忙举起双手 帕克表示昨晚就是这只蝴蝶 害得自己莫名其妙被裹成了箭 就在蝴蝶离开神父肩膀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项链紧紧吸附在了汽车的引擎盖上 两人健壮赶忙上前营救 即便帕克使出吃奶的劲也拔不下来 然而这时诡异的事情再次刷新萤幕 前方的汽车突然自动启动了引擎 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情后 两人排除了神父的嫌疑 帕克觉得汉娜在隐瞒着什么 于是把酒吧老板传到警局问话 老板表示自己并不想要汉娜在这里上班 因为他经常会私吞酒吧的钱 自己本想要辞退汉娜 没想到却遭遇了金属球的袭击 两人调查了汉娜的银行记录 结果发现汉娜在港湾没有开设银行账户 但却在班哥有一笔六万美金的账户 班哥距离此地十万八千里 他为何要把钱存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随后两人找到了汉娜 然而汉娜却表示自己是受银行的委托 因为老板向银行贷款后却不愿偿还 至于那六万块钱也是自己的血汗钱 他之所以会把钱存到班哥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离开父亲 因为父亲的脾气十分古怪 母亲几年前也被他活活气死 由于汉娜要去参观暴彼的蝴蝶展览 说完便朝着展览室匆匆而去 帕克听到蝴蝶顿时感到不对劲 怀疑暴彼和蝴蝶事件有关 于是和内森一起前去寻找暴彼 然而就在前往的途中 突然一只蝴蝶飞到了帕克肩上 蝴蝶刚飞走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走廊对面的配电箱开始短路 紧接着一根火花四件的电线朝他们袭来 见识不妙的两人准备往回跑 结果却发现后面一大滩水朝两人涌来 两人想逃进一间屋里躲避 没想到却发现此门已经被紧紧锁住 机灵的内森赶忙搬来一条凳子 两人只好站在凳子上暂时躲避 继续这样下去两人迟早变成水电弓 就在这时帕克发现了屋里的火警器 内森立马拿起一旁的灭火器敲碎了玻璃 帕克迅速伸手拉响了警报 伴随着警报声的响起 地上的水开始慢慢退去 冒着火花的电线也随之断电 两人看到这一幕诧异不已 随后两人找到了这里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称暴比本来在休息室睡觉 但被警报声吵醒后就离开了 帕克断定暴比有很大的问题 于是再次来到汉娜的住所 但暴比和汉娜并没有在家 两人进入了暴比的房间 墙上挂着许多的蝴蝶标本 桌上摆着一个金属球的模型 磁性相吸的磁铁 蝴蝶化涌过程的书籍 还有壁画上的海水与闪电 两人经过种种诡异迹象推断 暴比睡前所见会进入他的梦境 从而形成一种攻击人的武器 内森知道汉娜在郊外有个小木屋 每周末他们都会去那里住 两人赶忙前去寻找暴比 途中帕克试图打电话告知汉娜 阻止暴比进入睡眠状态 然而却迟迟没有打通 无奈的他只好让内森加快车速 此时累了一天的暴比早已睁不开眼 于是让汉娜帮他泡杯咖啡醒醒神 汉娜却让他早点休息 暴比表示自己不能睡觉 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梦境会变成现实 汉娜却不以为然哼唱起了催眠曲 于是暴比很快就做起了噩梦 帕克两人仍在道路上急驰 突然一只蝴蝶停在了方向盘上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蝴蝶出现在眼前 请客间车内叠满为患 无奈的内森只好打开车窗将蝴蝶放了出去 然而蝴蝶刚飞出车外 车子就突然不受控制的猛踩油门 方向盘也失去了控制 车速瞬间飙到了220迈 帕克想起他们可能是在暴比的梦里 于是以暴比母亲的身份尝试与他进行对话 说着说着暴比就出现在了后排 帕克和内森也幻化成了暴比父母的女儿 此时暴比的父亲正想来守音乐 暴比提醒父亲别摆入收音机 因为前方是一个360度的机车 最终两人在暴比的提醒下相安无事 自此暴比也彻底摆脱了噩梦 然而小镇却并没有因此恢复平静 更多离奇诡异的案件 尽情准备好瓜子板凳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